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带孩子外出用餐的挑战和趣事 从初未人父母的无知,到在餐厅中与孩子们的斗智斗勇 这里有36条来自搞笑父母们的推文 细致地描述了带孩子去餐厅的各种情景和挑战 有些父母分享孩子们在餐厅里的天马行空 有些则提供了幽默的建议 甚至还有家长们的自嘲和无奈 无论是孩子们对食物的挑剔 还是餐厅里的尴尬瞬间 这些推文都让人忍俊不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只有两个月大时 我和妻子决定带着他来一次小旅行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们住在酒店 晚上去了一家有鱼缸的中餐馆 希望他会对于感兴趣并保持安静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 他不停地哭 我们不得不轮流用吊带抱着他 试图让他安静下来 同时快速地把食物塞进嘴里 那顿饭既无法享受 也无法交流 真是狼狈 结束后 我们互相安慰说 这只是开始 肯定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容易 但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在X前Twitter上 各位父母纷纷分享了 他们带孩子在餐厅用餐时的搞笑经历 Simon Holland用一种幽默的方式 分享了他的创意 开一家餐厅 每到儿童菜单上的菜都是八口食物 价格为0.93美元 这个点子听起来既食用又有趣 另一位父母 Space Mom 则分享了他和五岁孩子在墨西哥餐厅的互动 孩子问 他们会给我们带多少薯片 他答道 我们能吃多少就带多少 孩子则满心期待地问 我们可以住在这里吗 James Breakwell at Sploding Unicorn的推文则揭示了孩子的天真 和父母的无奈 他打趣道 有了孩子之前 我得雇助理陪我去餐厅 让他们在我们离开前 每人冲掉4.99美元 这不仅幽默 而且相当写实 带着孩子去餐厅 绝对是一场考验 Lurken Mom at Lurken Home Mom 让人们不得不笑着点头 他说 显然 你不能向餐厅员工抱怨吵闹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你的 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真正遇到时 却无法不感到无奈 另一位推特用户 My Life as Dad at My Life as Dad 则用信来做对比 当然 信很棒 但你有没有在餐厅里 遇到陌生人来告诉你 你的三个小孩多么乖巧 这种从未期待过的表扬 确实比任何事 都能让一个父母感到骄傲 Ohio Mom of Two at Ohio Mom of Two 也加入这个搞笑的行列 他提到 在餐厅 孩子们必须爬到桌子底下 捡起滚落的蜡笔 尽管他们根本没在用它 在家里 我们拥有的每一支记号笔 和他们一半的餐点 都可以永远存在于餐桌底下 这种对比让人捧腹大笑 Daddy Go Fish at Daddy Go Fish 的评价标准不同反响 我如何评价餐厅 声音够大 我听不到我的孩子 五星 一个简单的标准 却道出了无数父母的心声 Handpacked Hell at Handpacked Hell 则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 避孕套广告 应该只是直播夫妻 试图在餐厅里和孩子们 享受一顿像样的饭 这种现实中的困难 或许比任何理论 都更能打动人心 有时候 陌生人的一个举动 也能让你感到莫名的感动 The Salty Moments at Salty Moments 分享了一个温馨的故事 谢谢你教你的孩子 在餐厅里做得很乖 这样我就可以指着别人的孩子 告诉我的孩子 他们在餐厅里做得多乖 这种互相激励的方式 或许是所有父母的共通语言 但带孩子外出用餐的经历 可不止这些搞笑与温馨 像Goldfish and Chicken Nuggets at Fish and Nuggets所说的 今晚带孩子去餐厅 整个闹剧结束后 我女儿说 嘿妈妈 我们忘了吃晚饭 在准备上床睡觉时 这种情形让人哭笑不得 但却是真实的写照 还有Tired Dad of 2 At Tired下划线 Dad下划线 下划线2 他幽默地指出 在餐厅为孩子点餐 基本上就是在说 你想要什么食物 来拒绝20分钟 然后吃我的两根薯条 然后要冰淇淋 这种预见性 让所有有过相同经历的父母 会心一笑 有时候父母们的创意 和幽默感更是无限 Sarcastic Mommy at Sarcastic Mommy's 的推文让人忍俊不禁 和争吵的孩子们 在餐厅吃完晚餐 服务员 有什么 我可以从桌上拿走的吗 我 带走几个孩子怎么样 这种直接了当的回答 或许也是 不少父母的真实心声 而在夜晚的餐厅里 Lady Lawyer at Parker Lawyer 和她的朋友 则展示了另一种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先来两杯 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服务员 我们还没有酒牌 他们 所以没有酒 服务员 没有 于是 他们像任何好母亲一样 把孩子们留在那里 带着信用卡 去了隔壁的酒吧 Handpacked Hell at Handpacked Hell 再次登场 他说 如果你没有从餐厅冲出去 发誓再也不出去吃饭了 你真的算是父母吗 这种无奈的表达 或许让所有父母都感同身受 Nikolas G at Dad 下话线 at下话线 Low 则强调了父母的人者反射训练 和一个盘山学步的孩子 在餐厅吃饭 试图阻止物品被打翻 或扔到地上 这种敏捷反应 无疑是一种高级技能 而Marcy G at Bond & Leggins 的经历则更为真实 没有谁比刚从餐厅回家的孩子更饿 这种情况 几乎每个父母都经历过 Simon Holland at Simon Charland 再次用他的幽默 点出一个令人头痛的事实 我们可以今晚带孩子去餐厅 或者省去中间人 直接打翻饮料 扔蜡笔到桌子底下 然后烧掉60美元 这种简洁的表达 透露出无奈与无助 还有Catherine绿色的新加拿大 At Angry Raccoon 2 他建议 为什么有些餐厅孩子免费吃饭 应该收三倍的费用 我们需要某种威慑力 这种建议虽然听起来夸张 却也道出了不少父母的心声 Venot Chapro at Chappiness 的幽默点出 任何餐厅菜单上 最糟糕的项目是欢迎孩子 这种说法简单直接 但却足以引起共鸣 My Life as Dad at Me Life as Dad 有一个深刻的见解 结婚生子 这样你就可以在餐厅里 看着比你晚到的人 被安排座位 而你还在等你们 五口之家的桌子 这种胶着与等待 真是每一个家庭的真实写照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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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Not Mr. Jorio 则分享了一个 简单有效的育儿技巧 我的孩子们在餐厅里 一直爬到桌子底下 所以我告诉他们 地板是熔岩 关注我 获取更多育儿热点技巧 这种幽默的解决方式 不仅能解决问题 还能增添乐趣 My Questionable Life at Our Questionable 最后的一句话 总结得非常到位 当然 在你有孩子之前 你会在餐厅里 评判父母 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方式 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直到发现你 根本做不到 这种体会 无疑是每一个父母 都深有感触的 真实写照 每一位父母 在带孩子外出用餐时 都会经历各种挑战 但这些小插曲 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或许正如这些搞笑的推文 所展示的 带孩子去餐厅用餐 虽然充满挑战和困难 但也有其独特的乐趣和回忆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 进行背景介绍 带孩子外出用餐 是一个充满挑战 和意外的经历 许多家长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们的 搞笑故事和见解 这些推文为 父母间的共鸣 和亲子生活 增添了许多趣味 开玩笑说 创业开一家 专门为孩子服务的餐厅 每到儿童菜单上的菜 都是八口食物 价格为0.93美元 描述了孩子 在墨西哥餐厅的 无限薯片幻想 甚至愿意住在餐厅里 提到有了孩子后 得雇助理帮忙支付账单 4.Lurking Mom at Lurk at Home Mom 指出无法抱怨吵闹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5.The Salty Moments at Salty Moments 分享了性和陌生人 夸奖孩子乖巧的比较 指出后者让家长更高兴 6.Ohio Mom of Two at Ohio Mom of Two 描写了餐厅和家里孩子 对待蜡笔和食物残渣的不同 7.Daddy Go Fish at Daddy Go Fish 用餐厅的噪音来评价餐厅 声音够大 听不到自己的孩子及五星 8.Han Packed Hell at Han Packed Hell 认为避孕套广告 应该直播夫妻在餐厅里 和孩子们的用餐情景 9.I Hide From My Kids at I Hide From My Kids 感谢那些教孩子乖乖做好的家长 让自己有参照标准 10.The Dead at The Dead 调侃带孩子去高级餐厅 最终还是点了鸡柳 一些推文幽默地描述了孩子在餐厅里的举动和家长的苦涩经历 11.Marcy G at Banan Leggings 分享了孩子在餐厅要求主厨特餐 结果让家长尴尬 12.Vinode Chapro at Chappiness 说孩子在餐厅里打翻果汁的时间通常是1分27秒 13.Mac Estesbury at Mac Estesbury 梦见和4个孩子在餐厅等了一个小时桌子 周围是玻璃装饰 14.Simon Holland at Simon Charland 调侃带孩子外出吃饭 花大钱买家里的简单食物 15.OK at BT Squared 2 描述了孩子把外出吃饭当作约会 因为彼此相爱和家长付钱 16.Average Dad at Average 下话现Daddy 开玩笑问孩子在餐厅选择哪种淀粉和奶酪的组合 17.The Real American Dead Ass at 2 下话现 下话现 Dad Ass 说带孩子去餐厅是一个提醒为何停止带孩子去餐厅的好方法 18.Goldfish and Chicken Nuggets at Fish and Nuggets 分享孩子以为去餐厅不等于吃晚餐的故事 19.Annaline at Finnaline 指出带孩子在餐厅点自己的食物总是充满虚假希望 20.Yalissa at Bing Yalissa 认为在压力下吃东西是和孩子一起在餐厅用餐的标志 其他推文则展示了家庭在餐厅的尴尬和无奈 21.The Dead at The Dead 认为打包剩菜 应该在吃完后再带回来 22.Lil Bait at Lizario 说孩子在不同餐厅的挑食行为 23.Mary Ferry Barberry at Mary Ferry Barberry 喜欢带孩子出去吃饭 让其他父母放松 24.Tired Dead of R at Tired 下划线 Dead 下划线 of 下划线 2 认为为孩子点餐 如同猜测 他们会拒绝什么食物 25.Sarcastic Mommy at Sarcastic Mommy 4 调侃服务员 是否可以带走几个孩子 26.Lady Lawyer at Parker Lawyer 分享带孩子去没有酒牌的餐厅 结果跑去隔壁酒吧 27.Han Packed Hill at Han Packed Hill 提到父母从餐厅冲出去发誓 再也不外出吃饭的情景 28.Nicholas G at Daddy 下划线 at下划线 Low 建议人者反射训练 可以和盘山学步的孩子 在餐厅进行 29.Marcy G at Bunny and Leggings 认为孩子 从餐厅回来后 总是更饿 30.Simon Holland at Simon Charland 认为可以省去外出吃饭的麻烦 直接在家里制造混乱 31.Katherine at Angry Racoon 认为有些餐厅应该对孩子收三倍费用 32.Venod Chapru at Chappiness 认为餐厅最糟糕的菜单是欢迎孩子 33.My Life as Dad at My Life as Dad 认为在餐厅等五口之家桌子 是婚姻和生子的特色 34.Mom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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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Not Method Rodeo 用地板是熔岩来 让孩子不要在餐厅里爬 35.My Questionable Life at Our Questionable 认为没有孩子钱 在餐厅评判父母 是人类的生存方式 这些推文 展示了带孩子外出用餐的各种挑战 从哭闹到挑食 从打翻果汁到在桌子底下玩耍 家长们常常在这些情境中 找到幽默与共鸣 通过这些分享 许多家长发现 他们的经历并不孤单 并在笑声中找到了 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带孩子去餐厅用餐 真的是一种挑战 但也是一种独特的乐趣 你知道吗 这其实是一个让孩子们学习社交礼仪 和餐桌礼仪的好机会 毕竟 我们不能一直把孩子关在家里 对吧 而且 遇到那些看着你的小孩乖巧 坐着的陌生人 真的是一种成就感 让你觉得自己其实 还是个不错的父母 拜托 楚天书 你可真会自我安慰 带孩子去餐厅 就像是进入了一场 罗马竞技场的斗兽场 一不留神 你的小恐龙就会把整个桌子变成灾难现场 还记得你上次因为孩子打翻果汁 而狼狈不堪的情景吗 说真的 想要安静地享受一顿饭 还不如在家用外卖呢 琪琪 别那么悲观嘛 其实 带孩子出门用餐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其他父母感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更好啊 这就像是一场大型社交实验 大家彼此互相激励 我还记得那次有个陌生人来告诉我我的孩子多么乖巧 虽然他只是短暂地做了一回儿 但那瞬间让我感觉自己像赢得了奥斯卡奖一样 好吧 楚天书 你这个乐观主义者 说实话 带孩子去餐厅的唯一好处 就是让你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压力下的快餐挑战 你点了自己的食物 但永远吃不到 因为要不停地迁就孩子的需求 老实说 我觉得杜松子酒和奎宁水比任何餐厅的食物都来得更有吸引力 当然前提是没有孩子在旁边打闹 琪琪 你这么说确实有点道理 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精力的价值 回想一下 那些餐厅里的搞笑事件和挑战 这都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正是这些片段 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再说了 生活本来就是应该有点辣的 对吧 这样我们以后回忆起来 才会有更多的笑料可以分享 天叔 你真是个乐天派 但说真的 有时候我宁愿这些辣味少一点 多一点平静 想想看 我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制作家庭晚餐 也能创造同样的回忆 而且 这样做的好处是 至少你不会在孩子打翻饮料后 还得在众目睽睽下清理混乱的场面 天下父母心 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大人们 当你们带着小孩去餐馆用餐时 是否觉得这是一场既滑稽又令人头疼的冒险呢 这篇文章汇集了一系列搞笑的推文 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有孩子在场的餐馆用餐到底会有哪些惊喜 首先 Simon Holland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实的残酷 开了一家餐厅 每到儿童菜单上的菜都是八口食物 价格为0.93美元 这真是道出了父母们的心声 因为孩子们往往挑食且浪费 就像那位五岁的孩子在墨西哥餐厅里问能不能住在那里 只因为无限量的薯片 他们天真无邪的问题经常让父母哭笑不得 James Brickwell也许是最懂得用笑话解释生活的父亲之一 他幽默地说 有了孩子之前 我得雇助理陪我去餐厅 让他们在我们离开前每人充掉4.99美元 这话大概是在暗示 孩子们的需求永远是无底洞 花钱如流水 带小孩去餐馆的难处还包括孩子们对环境的探索和好奇心 这点在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My life is dead提醒我们 显然你不能向餐厅员工抱怨吵闹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你的 确实 当孩子开始在桌子底下玩耍 或者敲打餐具 父母也只能无奈地笑笑 而餐馆里的意外也时常发生 Vinot Chapro就戏言 在餐厅里1分27秒是孩子们打翻果汁的最佳时间 这种情况应该每个带孩子的家长都经历过 瞬间的狼狈总是让人无从防范 更有意思的是 很多家常会对餐馆的噪音水平进行打分 Daddy Go Fish就说 声音够大 我听不到我的孩子 五星 这话表明了有时候 餐馆的喧闹反而成了一种解脱 因为它掩盖了孩子们的吵闹声 而当孩子们表现得出奇乖巧时 父母也会感到骄傲 The Salty Mamas就提到 当然 性很棒 但你有没有在餐厅里遇到陌生人 来告诉你你的三个小孩 多么乖巧 这种时刻无疑是对家长们 心情育儿的最大肯定 当然 生活不可能永远这么美好 Goldfish and Chicken Nuggets 在推文中描述了一个场景 带孩子去餐厅 闹剧结束后 我女儿说 嘿妈妈 我们忘了吃晚饭 这也许是对孩子们 对餐馆用餐的 无感最真实的写照 最后 带孩子去餐馆有时候 也会让父母重新考虑这种决定 The Real American Dadass的总结 颇具讽刺意味 带孩子去餐厅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提醒你 为什么你停止带孩子去餐厅 这种自嘲试的幽默 往往能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一丝慰藉 总之 带孩子外出用餐确实充满挑战 但也不乏乐趣 这些推文让我们看到 无论多么混乱 每一个小插曲都增添了家庭生活的色彩 毕竟 校对困难 才是为人父母的真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